重陽節來臨之際 在浙江安吉縣孝峰鎮 當地舉行了孝子宴 現場有一千多位老人參加 一起去看一看 一大早 安吉縣孝峰鎮富士村的中心公園 就支起了帳篷 擺開大園中 200多名志願者燒菜 洗菜 忙得不可開交 河岸兩邊的20台灶上餘香四溢 大廚們都是土生土長的富士村人 一共16個菜 主打的有我們這邊當地 養的野生的甲魚 然後還有藥膳老鴨寶 富士船頭魚就是 從2010年起 每年重陽節 孝峰鎮富士村都會開展 以孝為主題的活動 孝子宴就是其中最熱鬧的環節 我們十多年了 每年都參加了 從一開始是30多桌 後面是60多桌 今天是總的招募到161組家庭 總共161桌 現在孝子宴也成了 遠近聞名的招牌宴 不少周邊村鎮的人 也會帶著家裡的長輩 來這裡體驗聚餐的快樂 我孝子請客 請客 叫我們在這邊吃 舉一點啊 開心 有時會給大家看 先看 新鮮風 看看